连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正面临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双重考验 6月14日15时,水利部针对河南河北的干旱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目前,河南大范围高温天气仍在继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42度以上 此前,河南气象干旱监测显示,全省18个地市中已有16个地市 72个国家级气象站,检测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级以上,并已持续10天 在素有中州凉汤之称的于西南南洋,持续高温少于天气 给下馆下重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涉气县重量大户吴海君,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 近来,一直穿梭在田间,给农作物捷克 据了解,今年下波以来,南洋各县市区积极开展 抗旱抢重,抗旱保苗工作 在西川县厚坡镇的田间地头 农民及相关人员铺管抽水,交地忙碌的身影 这几天昼夜可见 来到玉北新乡,由于干旱少雨 卫辉市、王魁屯村的部分土壤出现干裂现象 据了解,为解决高温少雨干旱 造成的激景地下水位下降 浇灌条件不足等问题 新乡除科学调度调配水源 全力保障饮用水安全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外 在卫辉市、货家县等地,农业专家与农民并肩作战 推广微喷、滴灌等洁水灌溉方式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 当前正是秋作物播种和生长的关键期 为给粮田和粮食解渴 中原大地上顶着烈日和40度高温交地的身影不在少数 国家房总、应急管理部、农业农村部等国家层面和地方有关部门都在行动 河南省财政下达3000万元抗旱资金 用于抗旱播种保苗工作 丘梁这块基本上都 拨动进度还是非常好 河南省整体高温天气 就是说当地老百姓农户 这个地部门 技术人员也激情比较好 那么现在都是在不分昼夜 浇灌面积比较大 目前这个管理 因为它拨动时间点不一样 时间矿度非常大 这些天还是高温天气 拨动比较早的 我们建议还是能浇浇浇 扩大浇水的覆盖面 预备可能还有一部分面积 可能还没中 实际上的碗拨一点也是可以的 不可以是高温的 但一定要浇水 特别是拨上以后 就是突然有伤的时候 一定要抓紧时间浇水 河南省气象局消息显示 18日之前河南情热为主 但需防范强对流天气 19日后雨带北台 降水增多 前期旱情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环节